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生物体中大部分的细胞运作正常 我们才能顺利地存活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个自然界中物质移动的方式 扩散作用 扩散作用是物质由浓度高的区域往浓度低的区域移动 最后均匀分布的现象 例如如果我们在一个清水中滴入红墨水 红墨水会慢慢地散开来 散开来 到最后我们会看到整杯水都呈现一样的红色 这便是红墨水由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 而最后均匀分布的现象 不只是液体 气体也会有扩散的现象 例如如果今天老师带了香喷喷的面包到教室中 面包的香气就会由面包扩散到整间教室 所以当细胞膜内外物质浓度不同时 便会发生扩散作用使物质进或出细胞 例如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细胞外的物质比较多 浓度比较高 便会渐渐地通过细胞膜扩散到细胞内 最后均匀分布 我们先来仔细看看细胞膜的构造 细胞膜是由一个一个像这样的 脂质分子所组成的 而且它们是由上 下 两层的排列 脂质分子排列的形式 很像是在搭拥挤的公车或捷运 同学有这样的经验吗 在挤公车或挤捷运的时候 虽然很挤很贴 但是会不会移动呢 会 公车一动 捷运一动 当然 各位就会跟着动了 所以呢 脂质分子虽然排列的很紧 但是它们一样有流动的状态 而且你会发现 就算是在拥挤 脂质分子之间仍然会有空隙 可以让物质进出 例如氧气和二氧化碳 这样子的气体分子 便可以藉由扩散作用 直接通过细胞膜 进出细胞 各位可以仔细看 气体分子是由 脂质分子之间的空隙 进出细胞的 细胞膜除了有脂质分子组成的 各位还可以看到 这是特殊通道 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这些特殊通道是做什么用的呢 例如 葡萄糖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细胞膜 但是就可以借由特殊蛋白质通道 来协助进出细胞 我们再看一次 氨基酸和葡萄糖一样 也不能直接通过细胞膜 但是也可以借由 细胞膜上的特殊蛋白质 接住来进出细胞 矿物质 各种矿物质 也是的 需要借由细胞膜上的特殊蛋白质 来协助进出细胞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水是如何通过细胞膜的 水分子通过细胞膜 进出细胞的作用 我们称为渗透作用 请同学仔细观察 影片中的水分子 是如何通过细胞膜的呢 我们再看一次 同学发现了吗 水分子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 进出细胞 也可以借由细胞膜上的特殊蛋白质 协助来通过细胞哦 因为水是很重要的物质 需要快速的 可以进出细胞 各位同学 我们来动动脑 想一想 哪些物质 无法进出细胞呢 A. 葡萄糖 B. 二氧化碳 C. 氨基酸 D. 淀粉 答案是D. 淀粉 因为淀粉的分子太大了 必须要消化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才能进入细胞 哪些物质 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 进出细胞呢 答对了 氧气 二氧化碳 还有水 哪几种物质 可以借由细胞膜上的特殊蛋白质 进出细胞呢 是的 答案是葡萄糖 氨基酸 矿物质 还有水 细胞膜上 协助葡萄糖通过的特殊蛋白质 也能让氨基酸通过吗 同学们回想一下 刚才看过的动画 答案是不能 特殊蛋白质有其专一性 葡萄糖 氨基酸 各种矿物质 和水 都有专用的蛋白质通道 我们以葡萄糖为例子 来看看特殊蛋白质的专一性 各位同学有发现吗 再来一次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介绍了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 首先 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扩散作用 扩散作用就是物质有浓度高的地方 往浓度低的地方移动 到最后均匀分布的现象 再来我们介绍了细胞膜的构造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为脂质 另外有蛋白质通道 协助物质进出 而像气体和水 可以直接 以扩散作用进出细胞膜 而 矿物质 氨基酸 葡萄糖等养分 还有水分子 则需要用蛋白质通道的协助 才能扩散进出细胞 关于生物体的构造 我们还有其他单元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观赏 帮助物质 HIV 好 political